今天我們一開始所談到的 現在全台灣都在看高雄這一場的選舉 都非常的關心到底誰勝誰負 我們現在現在的岡山 前進三三的最一場 岡山大造勢 當然礼拜天 成績辦也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造勢 現在非常意外的是 現在我們錄影時間6點19分 他離他們真正開始的時間 還有一個小時 沒有想到這個場已經滿了 當然我們現在也連線到 這個朱璇 他最近對這個東西非常有興趣 到了現場去了解 雪安 你現在就在現場 現在現場的氣氛更熱了嗎 人更多了嗎 寶傑 你知道我們戴著V怪客的面具 其實就代表現場所有人的精神 對他們來講 這個活動不是單純的嘉年華 而是如果你有對政府不滿 如果你是市農工商 四者皆商的話 你就站出來 但你不哭 你不掉眼淚 你是用歡笑的神情迎接可能的改變 所以現場看到的氣氛比剛才更high了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現在一個造勢的活動 大家可以在底下跟著唱一個 把高雄還給我 而且全場三萬到五萬名的群眾 跟著一起喊把高雄還給我 這個場合對台灣的造勢活動來講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了 是喔 那你現在旁邊有很多人 他們也想表達他們的聲音 來 這位大哥 大哥你是哪裡人 我是岡山人 岡山人是不是 你今天來 從小生長在岡山 從小生長在岡山 出生在岡山 你今天來到現場花多久的時間 花了將近四十分鐘 為什麼 我走路過來 走路過來 所以你一路看 因為我知道這邊車不好停 所以你一路走過來 看到了景象 你有沒有覺得感動 我今年六十歲了 在岡山從來沒有 不要說岡山 整個台灣我都沒看過這個階級 人氣的聚集 明星的聚集 統統展現在今天晚上 現在的狀況讓我覺得就是 執政黨 大家是有目共睹 明星能不能離去 人氣能不能離去 完全看我們執政的政策 錢 大家都需要 拚經濟大家都需要 但是不是相當大的揮霍無度 我們並不是 今天是你說要繳錢就繳錢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而是要用在該用的地方 花在該花的地方 最好用在我們全民的身上 不是砍了所有的年輕 改革假改革 改了都在改在他們自己身上 所以這位大哥告訴我們 他對年輕改革的憤怒 我們找另外一位更年輕 今年第一次投票的小女生 因為我們剛剛特別問過 他今年是第一次有投票權 你知道上來之前 還特別看一下自己的瀏海 到底正不正 所以我應該叫你同學對吧 你剛剛還在讀書 大四 大學四年級 大學四年級 今年第一次投票 對 那為什麼第一次投票 就來這邊參加這麼刺激的造勢活動呢 我想要了解一下正能量 我覺得韓國瑜他帶給我們希望 我想要來現場感受希望 我剛剛忘了問喔 你也是在地人嗎 我是岡山人 也是岡山人 那你讀什麼學校 文藻外語大學 那就在附近喔 所以等於你也是住在地讀在地 那你這次覺得韓國瑜給你帶來的 顯然你在現場你覺得正能量 你覺得有哪些正能量 第一個是他告訴我們 他的政策是希望可以賺錢 人民其實要求的不多 就只是溫飽養家糊口而已 對 然後再來是高雄現在負債三千億 他是想辦法要還債 讓我們 你會不會覺得從小生下來 高雄就負債那麼多 將來有一天會變成你沉重的包庇 對 我希望我們已經是年輕的這一代 我不希望我的兒子女兒 也要承受這麼重的負擔 所以寶傑 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場的 不管是老人家或是年輕人 其實對這個活動 對韓國瑜本身 抱持的非常高的希望 這個在高雄過去的造勢場合 非常非常的少見 所以我想寶傑有機會 你下次應該要自己來現場看一下 好的 謝謝雪恆 好的 因為這次大家都會問我說 高雄為什麼會翻轉 而且高雄翻轉的速度這麼快 到底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而且都一直問我說真的假的呢 後來我慢慢去了解 好像氣爆是一個關鍵 也就是氣爆之後 帶了在附近的商圈的蕭條 商圈的蕭條開始沒落 開始賺不到錢 很多的願意就慢慢的出來了 氣爆那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重新反省 自己的城市到底是什麼一個城市 然後氣爆的時候 那時候政府在處理 因為剛好選舉七八月那一年要選舉 剛好十年前要選舉 所以說政府很怕在選舉 會造成他的整個傷害 所以再用最短的時間 再趕快去控制 那喪款那時候不少 那時候第一其實真的第一個民怨 我是看在現場 因為我們的服務術 就在就是在氣爆 是說很多人跟我們抱怨說 一開始說 你若是你有問路 一個人六千還是兩萬 就這樣的比例 他有不同標準 不同項目 就算人頭的 你如果有理長 你是民進黨的比較有 那國民黨的理長 就開始來找我 我說我們這些都沒有 不然 我們去反應 這個都我們自己親手處理的 那後來又 因為一開始也很亂 沒有標準的坦白講 對 又來亂嘛 有來就有 那時候標準就定一個 所謂的屬人的 但是誰有門路就先領到 那時候一團亂 那時候一團亂 第二個 後來因為我們經過很多的反應之後 好 就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變成什麼 一律都公平 以戶為主 就以戶 同樣說 有六千的標準也是以戶 然後有兩萬五的 那也是以戶 就是說那個 不管是什麼項目 就本來是屬人的 或是屬戶的 其實那個真正要去了解的是 但我們也可以諒解說 那是一開始很亂 那大家都要處理 因為大家也沒有碰到那麼氣爆 跟戰爭一樣沒有碰過 這第一個 後來第二個是說 因為他趕快要恢復 那趕快恢復的話就是 包括上海叫調機具 那調很多機具 結果因為要緊急 也沒有什麼發包 坦白講也不用什麼緊急發包 我們也可以一樣 也可以瞭解的 可是那時候坦白講 得標的也是 原來都是做 既有在 因為比較有項目有工人 有機械 而且都是當 都是現場你在高雄 有工作的就會 當然也比較快 當然你講的嘛 一般有 應該在高雄 有一般有工作 當然關係好了 政治 政府本來關係 就比較好 這也成態 這也成態 沒有 你如果不用緊張 但是第二個 我們另外一個廠商 他說做捷運的下包 他那時候也被調 趕快就調過去 結果他 先坐下來 拜託 局長拜託了嘛 總是 警員局長拜託了 就趕快去進去 什麼機具什麼都停工 趕快大家都去搶救 去把整個道路什麼復原 結果到最後 有的人領 有的人就是叫發包領錢 有的人說 沒錢 沒說好嘛 沒錢 你也八百幾萬 你也就 八百幾萬 千塊一條 而且都緊急 而且是二十四小時 加班費什麼 他們都自己先電 不然這樣 放了 抱歉啦 不然那個 一張獎狀給你 感謝狀 感謝狀 還存在八百萬 就說 同樣大家碰到這個災難 大家也不會計較 但是有些人就可以領到錢 有些人關係 只要沒有特別關係的 就是獎狀拜託 那種奧鬼 那太誇張了吧 他後面還要做個工作 不敢那個 好 那後面 那捷運結果 後來因為我們中間一個 那個外電跟所謂的 本土商 長宏跟西班牙 合標 結果本土的那個島 跳票 他是下包 他是最大的下包 不是下包而已 他包括整個 很多下包 結果就跳票 領不到錢 那政府照理講 應該去處理 結果政府去處理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叫他說 停工會被罵 停工已經停 已經delayed半年 後來變一年 第一階段的輕軌 後來是叫他趕快去趕工 趕一趕一趕 結果趕完之後 抱歉 這個因為他們有法律 有糾紛 你去隔壁 隔壁 你看 這是真的 就這樣 這是真的 那還沒關係 然後第二標 之後倒了 整個都停掉了 整個都停掉了 所以事實上第一階段高雄 輕軌是已經慢了兩年 將近兩年 然後 不然別不想 拜託 這等會 不然你再先做一下 好嗎 你先點一下 我也不曉得那個老闆 為什麼那麼好心 再繼續做 再繼續做 真的說 再先做 然後自己又墊款 墊了好幾千萬 也是說這個部分 這是從來的 沒有問題 一定等到錢 那想已經前面那個廖 廖完仔 工人也在那裡 補一點回來 補一點回來 結果一樣 一樣那個錢還是在裡 還是要代位秋場 還是什麼 你還是用告的 騙騙騙連三片 只拿不到 只拿不到 還要投 那我覺得說 一樣嘛 就像剛剛講的 高雄現在九十九萬比四十五萬 那幾乎真的二比一 支持民進黨 真的是二比一 那這些都是支持民進黨的 投票 他說 我說 我不知道 我會這麼慘 我現在要叫我四十公頂 政府說話沒問題 反正民進黨 我絕對沒辦法 你什麼動力都沒關係 這個是 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 我們現在談的是這幾年 為什麼說 那洶洶九十九萬四十萬 變成這個景象 我想這一貨誰會贏 不曉得 但是已經超越五五波了 已經不是那種 已經不是那個盤子 那個是 這個結構我想著說 那個 那個 那個炸藥庫 本身就是潛伏在各行各業了 我剛剛講的 而且那個製救會的會長 還跑去找你 因為他有點那種求助無門的感覺 對啊 而且到最後還被什麼 還被掉 還被掉下去 找去約談 不是約談 我現在來關心了 也就是說 你不要 你不要跟你辦 你最黑道尾唱 我那邊黑道的 我是下包 那我是會長 我找大家來 我是受傷的 你怎麼 我是受損的 結果又被關切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坦白講 我們這個民進黨執政 真的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這幾年 包括中央執政 地方執政 坦白講 真的是對人民的感受 我一直講 感受 鈍掉了 所以 有時候 有一個製救會的會長 他說他拿到很多名片 每個人都說需要什麼幫忙 我會幫你 可是 最後這個人什麼都沒有 那是製救 剛發生的時候 他說 第一發生第一 這製救會那個里長的兒子 第一天的 第一個禮拜 他第一次人生 第一個禮拜 里長 議員 局長 市長 立委 部長 院長 總統一個禮拜 名片全部都拿到 每一個人都分第一句話 你怎麼需要我幫忙的 每一個人都問這句話 然後你說要找我 然後這個禮拜之後 他把所有的 他知道的問題 陸陸續續給所有 跟他講過這句話的人 全部都沒有回應 全部都沒有回應 真的有這麼多民怨在高雄這樣發生嗎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大肆的學生 都已經擔心高雄的負債了 那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一定要對氣爆來做個回應 氣爆是在八月一號的凌晨發生的 那投票應該是在十一二月的時候 如果這個過程 陳菊市長跟市政府 處理的不得當的話 他不可能贏五十四萬票 沒有經過一個定的程序 然後就趕快找一些 這是吳憶正議員說的 找很多廠商來 趕快來緊急發包出去搶救 在那個時候 這是不得已的 可是你後來又引述說 他們沒拿到錢 那你前面有點影射說 都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 叫人來做 說找你自己去審的 審的衣服來做 後面又說你虧待人家 沒給人家錢 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是熟的廠商 你嚴格的應該是解釋說 如果是熟的廠商 那你嚴格的這個給付 那他們有沒有拿到錢 沒有 有的有拿到 但是因為我知道 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有的他是有嚴格的審核 說我不能給你那麼多錢 所以才會有抱怨 那表示說即使是 是優良廠商 我也並沒有隨便發錢給你 這中間就是有落差 那我覺得你不能因為 有這樣的落差 認為市府有不對 市府一定是嚴格把關 你才會才會才會 有如意拿到你認為應該有的錢 但是我還要再講到一點 就是說整個善款的處理過程 我們承認一開始很亂 因為大家都沒碰過這種事情 一開始不知道該如何 把這個事情弄得很border 有一個秩序 但是漸線上了軌道 就有一個秩序 有一個規定 而且還有一個善款委員會 有個委員會在處理 這個委員會是民間團體 是很多的專家學者來處理的 由這個民間的委員會 這個善款委員會 來處理這個錢 應該如何發放 包括他們一直詬病的訴訟費用 我是律師 我一定要說明 訴訟費用 包括兩種 一個是給律師的錢 叫律師費 一個是裁判費 裁判費是交給法院的 那訴訟費用花了很多 沒有錯 但是絕大多數都是去繳裁判費用 因為要繳 繳1%的裁判費用給法院 那財品都已經又生 又又受傷了 家又毀了 那他哪裡去生那個錢 先用善款來墊他的裁判費用 我覺得這個被解釋得很難聽 這個我一定要澄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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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